读懂了知智通监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监 多谢关注何人读通监节目 今期我们讲石立汉法 西进爆发八王之乱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 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 趁着乱世发展势力 直至能够颠覆汉族帝国建立自己的政权 创建召害的匈奴人刘渊 就是开这股潮流的先行者 刘渊及其后人虽然拥有了原属汉族的土地 但是在精神上并没有好好接受农家文明 游牧民族的基因未得到根本改造 王权全盛只能够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实现 施政亦存在较浓厚的野蛮色彩 刘渊死后长子刘和继位 很快就被弟弟刘冲所杀 刘冲夺得帝位之后灭了西晋 他死后太子刘燦继位 不久大将军近准发动败乱 刘燦被杀 刘渊的侄子刘耀轻思评乱 然后自己称帝改国号为赵 史称前赵 为赵汉建国立下河马功劳的赵王石勒 揭足人 他本来与刘氏政权的关系就很微妙 他名义上是朝廷的繁熟 实际上却是若即若离 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他与刘耀更是世同水火 根本上就没有将这位前赵皇帝放在眼内 最后石勒起兵击败刘耀 于咸和五年 即是330年九月 正式称帝建立后赵 但是于咸和八年七月病死 在位不足三年 石勒登基之后 无奈发生了一件事 虽然不过是小事一专 但是小宗建大 通过他可能窥探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特点 下河六年 即是三三一年夏天 后召皇帝石勒来到叶城 计划营造新宫殿 亭威族涵苦苦劝奸 石勒大陆要杀了他 宗书令徐刚就说了 族涵的意见就算闭下不接受 亦应该予以包容 不能够因为一时听不得入耳就杀大臣的 石勒概叹 身为君主竟然要受如此束缚 不能够为所欲为 普通人家就算得少少钱 都会想置业买屋的 何况像我那样富有四海的皇帝 这座宫殿我是几大都要建的了 不过现在暂且先停下 已成全过这位直臣的正气 于是暂停工程并口响续下 但是九月这位后召皇帝就重新启动 业工建造工程 这件事反映了游牧民众 进入中原之后被汉族文明同化的过程 他们需要学习 需要适应 需要克服本身原有的杂气 多少会感到有点痛苦 观察两汉以降至南北朝 这个漫长的时代 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够发示的 就是移民 从西汉巷开始 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紧张的形态 逐点由境外侵扰 对变为境内威胁 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 导致他们的部分族人进入中原备禍 东汉和曹藝政府为此制定的政策 是画出一些区域给他们聚居 因为是聚居 匈奴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基本上得以保留 时间一丈人口占多 加上其他少数民族有样学样 纷纷移民华下 便为汉族政权带来安全隐患 刘氏和石氏 以及以后一堆国族大大小小的政权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刘苑喜事的时候 他的叔祖刘孙洞原族人所说的一番话 充分说明当时聚居进朝境内匈奴人的心态 他说 至看望以来 我们的禅屋涂有虚名 没有一尺土地 我们原先的贵族皇后 已经淪落到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今天我们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仍然少于两万 难道我们就这样苦手被人奴役再过一百年 左燕王楼渊英武超世 如果上天不希望匈奴再兴 就不会被这个人降临人世 如今斯霸士骨肉相残四海顶废 正是我们复兴呼寒爷老潜污工业的时候 这番话进取心是强烈的侵略性也是明显的 其实在西晋朝早就有人就少数民族问题 向朝廷发出个警告 并给出解决办法 武帝司马延太康元年 即是280年 事与史郭音认为 粗犷强悍的牧民后裔群居于荆基爪役 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应该将他们逐步迁去边境地区 然后限制他们再进出外地 但是武帝不听 为帝延康九年即是299年 太子史玛光孔专门写了一篇《洗荣论》 提出著名的非我族类奇心必义理论 他的解决办法跟郭音一样 也是将他们遣返故土 以达至荣进不习 并得其所 还有华下之心 封尘之境 则跃远中国隔山河 须有报寇所害不港的目的 也就是将汉族和各小数民族 在地理上分隔开来减少接触 以将危害降至最低 但是江统的这个建议 也一样不为朝廷所重视 可以想象病已经深入机体 苦良之药的作用很可能识得其反 这两位的远族隔离药虽然对职 但是执行起上来不但很难 而且极易激起大变 所以朝廷投鼠忌器 不于采纳也是有其道理的 既然不能够驱逐 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同化 不同的民族杂柱 同化就会自然而然发生 随时随地进行 但却是一个极其漫长 甚至相当苦劫的过程 刘渊虽然以刘汉外山自居改姓 奉高祖刘邦为祖先 甚至以汉为割名 但是他及其族人在思想上 汉化程度并不谷 而其后背揭足人石勒的汉化 则比他更自觉更进步 只不过即便如此 石勒的汉化依然是充满矛盾的 石勒在军中专门设置汉人的独立编制 杂伊观人物列为君子役 他自己不太识字 就叫人读汉书给他听 听到李住基劝刘邦立六国后人 他大惊失色 说此事极其失当 这样怎样能够得天下 接着听到刘侯张良间子 他又转而慶幸 说好在还有张良在此 立国之前 他已经委派法曹令史灌制修订法律 作辛亥制五千年 一直用到立国之后 他以法学家族行为律学祭走 主持全国司法 指定专人主审涉及民族糾纷的诉讼 厌情那些灵欲华族的胡人 朝会要用汉人的天子礼我 衣冠移物 建造祭祭设施 还用汉人张彬 专责总理朝政 仿照汉制 来定官员等级品质和人才战举制度 他将自己的工业 比较虽然不能夹上西汉高祖刘邦 但是可以和东汉江武帝刘秀比肩 而且优于曹操和司马尔 可见他对汉家文化是真心推崇的 但是他的出身经历人制关系 也决定了他的胡人本性仍然根深蒂固 上面所说的他在业城建造宫殿的那件事 表面上并不涉及种族 但是实际上却是心内激烈的胡汉思维交锋 石略暂停了业工工程 可视为对汉族文化的药物 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 又重启这个业工建设项目 即是胡族管制的战胜 在灭尽之战中 他俘虏了一群西进宗室 这群人族仅得襄阳王司马泛 临难不惧 神色自弱 令到石略很佩服 他不忍心用刀杀他 却叫人在深夜将墙拧毁来扎死他 西进辈将徐恩向石略求援 石略派暴将王福都附构 反而被徐恩无端杀死 后来徐恩落在石略手中 石略不仅省了他的三千行足 还被王福都的亲属 将他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石略对自己的族裔身份感到有点自卑 很忌諱的胡字 不准人帮着他的面说出来 但是有好几次下属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他又一笑自知 这些大大小小的事都从多个侧面 反映出石略既乐意汉化 又胡声拦除的矛盾心理 我认为两汉励进历朝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存在缺陷 又不愿意出大气力于以解决 是造成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随着少数民族领袖汉化程度逐步提高 民族矛盾的烈度会出现相应的缓和 在民族大融和的初级阶段 石略是作出了贡献的 为后来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领袖 好似前秦的普坚和北魏的托伯官等 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汉化提供了向上的阶梯 好 石略汉化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来讲东进北伐 多谢大家